姜米和五花肉 豬肉 一點蔥還有一點醬 而主料非常的簡單 配料也是 那咱現在開始正式的烹調 好 這道菜用的南瓜 要把皮和籽去掉 切成這樣的形狀 用的是日本的小南瓜嗎 不是 我們當地的老南瓜 用老南瓜做 然後就是五花肉 帶皮的五花肉 最好帶皮 因為這五花肉不肥 就是要這樣的 五花三層 對 另外的話就是把這個 製作的時候 把五花肉首先加上蔥 薑 把它煮一煮 煮到七成爛 白煮 煮的時候什麼都不要加 就是加上蔥和薑 調味品都不要加 煮到七成爛 涼掉以後把它切成片 切的這個片和那個南瓜 是一樣的 一樣大的 這個薑米呢 厚度跟南瓜的厚度一樣大 對 別超過一厘米 好 那麼這個薑米呢 泡它半天 五六個小時 用自來水泡就可以 泡完以後捞出來 然後就是來這個 它是一個爬的菜藥 是個蒸爬 就是把它裝完 裝完以後呢 然後蒸 蒸完了以後 這個扣過來 膠汁 就是這樣一個菜 有點小麻煩 但是目的就是口感最佳 是吧 那咱現在第一步 應該從哪兒開始操練起來呢 首先呢應該煮這塊肉 煮五花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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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煮五花肉呢 就沒有什麼技巧了 就加上點蔥 薑 煮到個七成爛就行了 就是用筷子呢 插下去 稍微用點力就能插透了 就是七成爛就可以 煮 煮完了以後呢把它涼掉 然後呢就把它切成這個片 片 OK 切成片 生的這個片 好 然後呢就裝碗 取一隻碗 碗裡頭呢 最好用那個保鮮膜 把它鋪上 保鮮膜鋪上 然後呢就是 就是一片冬瓜 一片肉 有點像我們以前吃的那個 芋頭扣肉是不是 扣肉 扣過來啊 然後間隔的 間隔把它排滿 排滿 然後打上保鮮膜 那麼排滿了以後呢 要加上調料 就是冰糖汁 就是您指的是 冰糖汁要淋到裡面去嗎 對對 淋到裡面去 澆進去 然後再蒸 因為這個菜呢微甜 所以說不能放的糖太多 就是要放冰糖 另外呢也不要放鹹味的調味皮 這個菜蒸好了以後呢 蒸爛了它以後扣過來 膠質就可以 非常的軟爛 並且微甜 是很有口感的一道菜 明白 這個其實嚴格的意義來講 不是一道甜品 只是一道甜口菜 對 你呢需要加大量的這個冰糖汁 然後在裡面 就放了 還有蜂蜜 加一點蜂蜜和冰糖汁 加一點蜂蜜 既然是已經有冰糖 為什麼還要再加點蜂蜜呢 是為了讓它 增加蜂蜜的這種香味 蜂蜜有自己的味道 冰糖和蜂蜜的甜味它不一樣 嗯 蜂蜜呢 這個加上以後 它那個味道更加 就是濃郁一些 濃郁一些 更厚實的那種感覺 對 好 這邊 現在已經蒸上了 已經蒸好了 蒸好了 這個需要蒸多長時間呢 蒸的時間呢大約得半個小時吧 夠久的 足氣旺火半個小時 所以說你把這個排好之後 然後別忘了澆上冰糖汁和一點蜂蜜 需要蒸半個小時 今天的高大師提前給各位蒸好了 好 接下來還有一些步驟呢 所以說我們就把它先取出來 現在把我們蒸好的這一碗 給它從鍋中取出來 來 來 好 一大碗 給蒸好之後一些油脂也會被蒸出來 對 因為這個五花肉本身呢 不是很肥 在煮的時候 提前煮的時候 就已經把一些肥膩的部分去掉了一部分 所以說它不是很膩 五花三層的位置呢 對 是最好的 這才見天日 好 把保鮮膜撤開 這個要包得嚴實一點 直接在鍋中把這個油倒出來 好 哇塞 這是一碗肉 扣過來 好 這個肉蒸完之後香噴噴的 很有那個感覺 現在我們要開始做那個爬的芡汁了 這是蜂蜜和冰糖汁 我再倒上一個 因為這個汁裡頭呢 要有一個微甜的這一個味道 兩大勺的蜂蜜和冰糖汁混合起來的 這個應該是糖漿了 好 這個芡汁裡面需要加點水澱粉 讓它厚實 好 調一調 這個爬 這個 我感覺這個碰到方法 我們常聽 我感覺跟溜啊之類的 不是很大的區別 他們之間有怎麼樣明顯的界線嗎 有區別 溜吧 一般的這個煮料吧 要走油要過油 要走油的 爬吧一般的不過油 但是調芡汁這塊都差不多 對 調的也是那種很厚的汁是不是 不一定 不一定 溜呢它有滑溜 軟溜 油膠溜炸溜 它的芡汁這個綿稠度不一樣 我們這個爬呢 爬的話要求這個芡汁是要厚一點還是 厚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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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打開 很完整 這是一層南瓜 然後一層肉 中間還夾著一些薑米 要離這個芡汁了 對 這個芡汁呢是個微甜的 我剛才這個加的蜂蜜 還有冰糖 冰糖熬出來那個糖漿 好 好 現在這一道就是高達這邊精心烹調的 很特色的一道美食 來吧 咱們一起享受一下它 好 是它這個首選的工具 就是勺子